主要知道 令心得你救生人 这是什么人呢 上上平瓦身 大概什么样的状况 我们能够体会到呢 念佛功佛成熟 临终病时 宁命终时 未有生病 未有病苦 欲治时治 走得很自在的 都是这类人 也就是说什么 平常念佛的时候 他一让就消掉了 所以灵命终时这么自在啊 这是我们要求的 这种状况 灵命终时 要别人苏联 不需要啊 他一点牵挂都没有 他没有生病啊 说走就走了 走的情形 肯定跟 跟我们备华先生讲的一样 这上上平瓦身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化开见佛无故身 谁做得不好 我们千万不要以为 我们自己业障太重了 大概我们做不到 我们下下平瓦身 就可以了 这个观念就错了 古大德 确实 我们前面念过 有人说 上辈往生是菩萨 中辈往生的是阿罗汉 辟知佛 凡复往生的 只在下辈 古大德有这个说法了 可是山岛大师不是这样说法 山岛大师说了一句话 对我们很大很大的鼓励 他说 四土 三辈九品 总在欲语言不同 那么换句话说 造作无逆时悟的人 如果欲语言 输胜呢 能不能上上平瓦身 能 能 语言太重要了 遇到真正的善友 遇到这个法门 我们的语言是比什么人都殊胜 这个诸位要晓得